109年度花蓮仙文旦佑评鉴比赛有38位幼农参赛 今年还增加有机组 9号这天选出金银铜牌各4名 有机组则是选出金银牌各1名 瑞香农会总監事黄瘦黄表示说 今年的文旦比较小颗 果肉品质也比较好 目前采收超过8成了 接下来重点就是要行销了 让大家可以在中秋节品尝到花蓮文旦的好滋味 桌上满满的文旦佑 裁判评审仔细的观看以及讨论 因为这是今年参加109年度 花蓮县文旦佑果评鉴的文旦佑 瑞香农会总監事说 今年报名非常踊跃 除了冠行组的30位之外 今年增加的有机组也有8位参赛 那我们这次总共有38位的选手参加 那包含我们这个冠行的部分有30位 有机的部分有8位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年有开办的一个 有机的这个文旦佑评鉴 那有机的部分也蛮踊跃的 中秋节就是要吃文旦花蓮瑞穗 农会承办109年度花蓮县文旦佑评鉴 总共有38位参赛 共选出了金银同排各4名 有机组则是金银排各1名 瑞穗香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说 今年的文旦较小科果肉品质也比较好 那今年的品质因为气候的关系 今年的这个温度跟这个日照都非常的充足 所以我们今年的文旦佑特别的漂亮 那我们期盼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能够把我们这个文旦佑的 栽培管理技术再一次的来提升 今年花蓮瑞穗文旦佑的品质 有鲜甜的味道 吃来回甘 保存期也较长 经过专家学者的评鉴之后 认为今年的文旦果形端正完整 果皮油包细致 甜度高 并且风味好 品质优良 风味绝佳 绝对值得消费大众享用 记者高双双瑞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